大家好,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這個波波船 那這一艘看起來比較髒是因為我一開始玩的時候有給人家用食用油 然後就可能造成污垢 然後這一艘也兩三年了 那它主要的運作原理呢是 這兩根管子會通向這裡面的一個鐵盤 然後那個鐵盤可以蓄水 所以我們要先用針筒 就是把裡面的水灌到鐵盤裡面 OK,然後接著呢 我們會用這個燃料池 這個其實你要放什麼燃料都OK 那我是自己做這個蠟燭 那把這個燃料池呢,點燃 放進去之後呢 它會開始去加溫這個鐵盤 那鐵盤裡面的水變成水蒸氣之後呢 它就會從後面的排氣管 噴出水,就是噴出水出來 那造成的反作用力呢 就會推動時喘前進 那接著它又會吸水進去 然後就這樣一直,就是一直運作 所以它就會有那個啵啵啵啵的聲音 那我們現在實際來操作看看 OK 那就先把這個 先把這個點燃吧 OK 那我們就這樣把它放到船裡面 那我就會開始聽到它那個波波船的聲音 那就這樣放著 它就會開始前進了 OK 那今天就先介紹到這邊 謝謝你的觀看